ok 各位老板 6月6号啊 带了一个性价比超级高的DSP给你们 这个是一个6个channel的DSP啊 但是完全没有省料啊 各位老板 6个channel一样是31段啊 ok 这个DSP适合什么顾客呢 比如说你不想玩Trayway的 你想用一个DSP 玩喇叭 然后玩一个ActiveSub的顾客 超级适合你们玩啊 它的重点是 一点也没有偷工减料啊 各位老板 可以支持Remote啊 它可以直接播放歌曲 有USB playback 然后电脑的那个USB 那个动口 然后RCA 6个channel 完全是有RCA输出啊 这就意味说 你们加ActiveSubwoofer 没问题 如果下次你要加Amp也是OK的 但是先听我讲 这个是一个大power的DSP啊 OK 带了PrayCable在这边 看到后面啊 它有一个extender的 extender的 就是说外加的电源输入啊 因为这个是一个Digital Amplifier的DSP OK 平常我们的DSP呢 我们是用IC的 看到吗 这种我们叫IC 然后IC的握数跟Power也会比较小啊 但是大部分的DSP都是用IC的 这里不同啦 这里是用Digital Amplifier 所以它有extender的电源输入啊 这个不要嫌麻烦啦 你们装了ActiveSubwoofer 你们有拉子电进来 给它一个电 你就可以拿到更好的Power了 因为玩这种入门的呢 其实很多顾客也不打算去加Amp 会比你普通玩的DSP都大 好不好 所以你在没有加Amp的情况之下 你们可以拿来玩前后 或者你们可以玩 OK 前面我要Fu Active 然后后面我用主机打 然后Modify一下线就可以了 非常漂亮的一个电板 记得啊 性价比超级的高好不好 OK 我们先试一下声音 给你们知道什么叫做大Power的 首先它可以支持Controller啊 各位老板 它可以支持Controller 然后我们播一首歌 看一下它的Power啊 各位老板 啊 各位老板 感觉它那个潘水滴水嘛 所以它是Digital Amplifier 然后记得6月6号超级便宜 好不好